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看他的场段 怎么球里还不错 选择大门了 对对方没这样扑出来 但是对方的这两个方号球员 选择回来的第三个方号球员 对于他呢 前后左右的这种冰房啊 选择的角度啊 呃 房子还是蛮 过一漏 再敲回来 外面有远撤的机会 化狐血 好球啊 好球啊 再来接 这个就是大家就是在一块配了很长时间了 就他们的进攻呢 明显感觉打得很熟练 大概呢 哪个球员在哪个位置上 哎呦 这下跃势啊 看来下U23 这前十五分钟攻击得太凶了 啊 这 这个球怎么说呢 落体拔到U23的层面 看看这一次啊 你看 这一下其实呢 我们看李海伦整体的位置 他太早的 你看太早的去往那边去移了 要补 因为当然这个身后有人要套他 但是问题是后腰和中国也没有人过来帮助他一起携滑 对 全局势也不错 漂亮 机会来了 还有 给到后点 哎呦 这方这门枪啊 这一下漂亮啊 这二大一穿透性极强 是 而且这个第二下啊 其实啊索性啊 发点力 就往那个中后卫的身前这么去打一下 可能张艺莹还能抢一下 或者说呢 就有点要啊 嗯 这球 那你看这个就是刚才 还是对拉什德 刘以明转身慢啊 哎呦 危险了 哎呦 传的是真好 看啊 刘以明这根本跟不上他的步点啊 嗯 这本来应该 你光打高球呢 可能我挺累的 那踢的是肯定不舒服 对吧 这球罚的不错 好球 好球啊 那刚说完高球 是 讲破门也有点难 对 但他最后呢 这一下 张宁这下插得不错啊 嗯 给身后 哎 还有啊 这下门将出来了 哎 应该会判 这球看看有没有犯规 我感觉会判 我感觉会判 指向了点球点 都送了啊 我们看啊 有犯规犯规了 嗯 犯规了 嗯 犯规了 呃 这球邓寒文呢挺聪明的 对 这么快 就在等他 他就在挡他 他就在挡他 看一看这一次的点球 打满 好球好球 稳稳的把点球拔进 打得很好啊 整个的力道 角度结束啊 这些竞球很重的很重的 就来临了 对 搬回来很重的 哦 实际上 我看他嘴纹都没那么容易了 好的 稍微大了点 外围远事有折现 哦 周围二三是反招了比赛 我来看一下 合于前场的反响 你们稍微大了点 但是打得很果断 而且打到对方队员的身上 我们看啊 这一步 还真是 不动啊 拍上来之后呢 好球挑的不错 这边机会 哎 还有 这个 打 啊 全球的你看 这球给了 这反越位差了好几个神位 其实第一下黄泽昌自己没挺好 挺好的话呢 完全可以自己 好球 有越位 要给他后点 啊 好球 运气不错 我看远端 传的不错啊 传的真不错 哎呦 这球 后点 看看后点 点到中间 又远位 哎 应该 嗯 这球怎么说呢 好的 好球